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刷web情节MyBetis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MyBetis 一些基本的内容 已经全部介绍完了 从今天开始呢 进入我们的专题课程的讲解 今天呢就给大家先讲解 第一个专题 MyBetis呢如何支持 多种类型的数据库 比如说在我们前面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说采用数据库呢 都是MySQL 那我们知道 在不同的数据库里面 对于某些的 数据库的SQL语法呢 是不相同的 那这时候在我们MyBetis里面呢 如何去使用一套代码 然后呢 可以切换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节专题要讲的内容 那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到 这种场景呢 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开发一个产品 开始我们开发的时候呢 它是在MySQL这个数据库的 基础上去完成的 那这时候产品开发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让它同时也支持 SQL Server 这时候我们所以前所写的一些 Map一些SQL语句 可能会有些改动 那怎么在我们这一套这个代码里面 让它可以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 主据库呢 那这时候呢 就要利用到我们前面讲的 MySQL的一个配置啊 就是我们前面跳过的 这个DataBase ID Provider 利用这个东西 来实现刚刚讲的这个案例 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代码吧 OK 我们原来的代码呢 是连接了MySQL这个数据库 那为了应付我们今天这个 Case的讲解呢 我特地准备了一个SQL Server的数据库 在这儿 也同样建立了一张Student表 这是SQL Server2008 那这张表呢 其实IDStudent表 IDNameBase 跟我们MyBetis一张表里的呢 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抓换代码里面来 我们先假设我们有一个SQL语句啊 我们执行一条SQL语句 在这个MyBetis和这个SQL Server里面 它的写法是不相同的 那举个什么例子呢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学生表里面 这个生日是排在前三位的 也就是最大的三个同学的这个记录啊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写一条SQL语句 那这条SQL语句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ID GetTop3Student 是像这个Student这个对象 它的Type 然后呢 这是典型的这个 MySQL的语法 Limit0到3 根据生日的倒许排列 去出前三条 OK 为这个SQL呢 我们在它的Map里面 添加一个接口 这是Map list student 没有禅数 OK 然后在主方法里面 我们调用它 这个主方法呢 太乱了 我们把它清空一下 删掉 就需要留下这个studentMap就可以了 OK Map.getStreamStudent 然后我们把它的结果呢 输出一下 tms 循环 把它的ID 给打出来 OK OK 促进一下 OK 那这时候呢 它就执行了这条Secure依据 并且呢把前三条的记录给打了出来 这时候呢是可以完全正常执行的 那假设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把它换成Secure Server 那我们刚刚写的这个Map 这预法显然是不能用的 因为在Secure Server里面呢 是没有Limit0到3这个这个写法 来我们试一下 看用这个Database Provider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把这个JDPC的这个链接换一下 按照我事先准备的这个Secure Server的这个数据库 把这个租掉 ok 现在就连上我这个本机上面的这个Secure Server的TestDB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数据库换了表结构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还不能能不能执行它呢 我来先跑一下看看 对吧 诶 果然报错了 哦 它现在是说这个JDPC没有 我们还要在我们这个Pump里面 把这个Pump配上去 这个呢 就是Source4G里面 一个对Secure Server的数据库连接架包 那我们再跑一下 哦 这时候是说哦 我们原来有个写了一个Plugin sureSecure 啊 这里它转换强制转换出问题 那我们就先不用它 我们前面例子里啊 前面课程的例子里写了一个这个sureSecure的Plugin 方便显示这个Secure语据 那其实真的在商业项目里面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打印Secure的 我们在以后的这个商业项目介绍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下 哦 先把这个注释点 我们再跑一下 嗯 这时候是语法错误了 对吧 因为在Secure Server里面有这个语法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 我们就会用这个Dataverse Provider 来让我们这个同样的代码 可以完整它 那变化呢 还是在这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写一个 Secure语据 样的ID 那这时候的Secure语据呢 我们当然不能用Limit了 在这个 Secure Server里面 这条Secure语据啊 是为Secure Server准备的 Secure Server的语法呢 Top 这个语法 前三条 就是Top3 Top3 这语法是不同的 然后这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 Database ID 这里是什么呢 就是来标示我们是 哪一条Secure 哪一种数据库的 类型的Secure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这里有定义 有一个Database Provider 它定义的各种数据库厂商 它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 所用的小的别名是什么 Secure Server 这时候用的Value 就是消息的Secure Server 这个这个单词 那我们在我们的Map语据里面呢 就可以把它指向它 这时候 当我们的这个 MyBalist执行到这的时候 它取到相同的ID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的数据库类型 然后取 Secure语据来执行 也就是说它现在侦测到 我们现在是跑在一个 Secure Server的环境里面 它就会去找 Database ID带有 Secure Server的 这条ID 这个配置的这个Secure 来执行 我们来跑一下 看 可以正常执行了 并且执行的是 这个里面呢 这三条纪录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MyBetis啊 知识多数据库 利用这个 Database Provider 定义 动态的呢 去取 在相同ID的情况下 根据Database ID 去执行不同的Secure 那关于这个 Database Provider的介绍呢 就大早 同学们在课后啊 可以尝试 配置别的数据库 比如说 Auric Db2 这样的那个数据环境呢 来把这个实验 再继续做一遍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